日照权的检讨 下一章 按照这个法规的规定 那么所新建的建筑物在冬至日那天造成的日照阴影 要使临近基地有一小时以上的有效日照 就是日照权 林口街80项工艺就位在广池园区的北下 有严重的日照权问题 下一章 这章表示台湾四季的羊角跟防卫角 那你们可以看冬至中天 也就是太阳最高的时候羊角41.5度 角度最大受制造最多下一章 那台湾在这个地方就在北规线上 那我们看太阳冬至那一天从日出到日落 这个时候最高就是中天 我们用最宽松的标准来检讨日照权下一章 那我们用社福用地最矮的建筑物13层楼来看 这个是45公尺13层楼 这个是林口街的公寓12公尺 那么公寓的前面有一条巷子8公尺 那杜发局给我们留22公尺 然后这个蓝色的部分 这个三角形就是各高楼的影子 然后这个就是公寓上面这个影子的高度 这水平的就是影子的长度 那我们根据这两个公寓这个公寓还有这个公寓 我们可以求出影子的长度 求出影子的高度 好 影子的高度求出来是19公尺 13层楼留22公尺的绿地 那么影子的高度19公尺 19公尺把这个12公尺的公寓 团团笼罩 照不到阳光 所以在这个绿带是22公尺的时候 影高还有19公尺 那要多少公尺呢 这个绿带要43公尺 影子才可以零 下一张 那如果是刚才讲的是这个 如果是盖到19层楼 那要66公尺 影子才是零 那这些下一张 那么专案小组的审查会议记录里面 有注意到这个最小日照权 所以他就留了30公尺 那周边都留30公尺 看来很公平啊 但是没有解决 领口接80项的日照问题 没有解决 下一张 那么这个计划提高到400% 对我们的冲击很大 那这次的变更会删除南侧的绿带 那你一边删除 请在北侧 加设足够保障 我们日照权的绿带 下一张 那都发局如果认为我们检讨的不对 因为我们不是专业人员 也许是不对 那就请都发局检讨 Money给我们看来降低我们的疑虑 下一张 建议委员等待都发局 厘清日照权问题以后 再来审议本次的都市计划 我诚恳的要求 下一张 没有了 我诚恳的要求 如果我们的检讨是不对的 我也强调 我不是专业人员 我只是用我所能理解的 我来做日照权检讨 那如果我检讨的不对 请都发局 依照委员的指示 来做检讨 好谢谢 我们下面请陈碧霞 陈小姐 大家平安 谢谢副市长来参与 广池包园院要分三块开花 为什么要非地还品呢 广池包园院区是一个地震负稳地震的高风险地区 附近有两次的大土石流 四周刚又是个的霉矿开花地 有霉坑 霉矿渣 血很多 地层 地层很不稳 请问官员 有做功课吗 有请地质学者专家到县长 震探震波他的频率吗 要诚实面对 不要为新建而新建 要把人民的生命放在商业利益之上 不要说我敏感 社会局不要再说没问题没问题 不是你说没问题就没问题 都市计划委员会也说 经济部资料没有断层 不要安抚 要面对 99年的时候 博德在院内 连车厨地上建就建筑物动作的时候 促死我家的建筑物震动的很厉害 就像一般的地震 平常我们地震一下子就害怕 那我以后你们开花的时候 我是天天都处在恐惧 不安 摇晃的日子 这样是不是吹我死逼我牢呢 那 他的位置刚好 车的位置刚好在 那个大道路 那个侧门那边 就是要建三十几楼的饭店的附近 我真的很累 我讲了很多次 花了很多的力气 那这样子好了 我出钱到那个 以前挖土的那个 我出钱来挖土机 叫人来挖 那请你们这些专家 到我家来做做看 感觉一下 倒霉 我不要再像绝印 那个信义路六段 那个绝印的工程 那个房子有倾斜跌倒 有精烈的现象 那到时我要找谁 请把人民的住家安全 建筑物放在事业利益放进去之上 请政府重视 不要硬新建高楼 出问题的时候 请问我要投诉哪个单位 你电话怎么解决 你们不做功课 我来做功课 要出钱要请哪些专家 我来我来做 最后的解决就是这样子 为什么不还评呢 我们下面请票第八号的江一平相交请 好 这要齐了 上次开会的时候 我有说 我们的树木已经被在靠近福德街的部分 已经被移除了 那我们树保会议还没有开会 那我记得主席有说 请他们跟我来沟通 结果你们看 这是什么 这是在甚至连区内的树都已经被断根 而且有很多树都已经被移植掉了 请请把我的 再换 再换 这就是我几几天照到的 那我的说明 我的说明档 可不可以 小姐 我的说明档 不好意思 时间要扣掉 OK 对不起 时间要扣掉 我在说 政府扯谎又违法 他当时呢 他就说 正是22号到24号才做失作 但实际上在两三个礼拜前 他们就已经断根了 所以这是非常严重的违法 树保会议还没有通过 他们这些移植计划到底是 委员是不是能同意 这完全都没有合法 他们就已经做了这个东西 在网上 麻烦 这就是我说的 我们 他原来有七百多颗 七百六十八颗 现在变成在 在博德的时候剩下六百多颗 现在呢 又有很多东西被移植掉了 那我觉得是非常可耻的一件事情 那当时社会局说 这个博德公司没有能力 来在实现内做成 但是呢 他们在没有树保会议 同意的情况 通过的情况下 就偷偷摸摸的把这些都干掉了 那这样的话 表示他们就可以很快的来做到 不好意思 再来 那大人你也希望说 郝市长是不是能来 来跟大家沟通 也没有做到 麻烦 那 我就想说 那个 郝市长的那个 那个好政府要在三月底 赶快把树给弄掉 那这样的话 他就没有问题了 因为在树保 不是只有一棵一棵的树 文化局的回应说 一棵一棵的树 他们都已经 都已经 勘查过了 但实际上树保是有聚落的问题 一个聚落是一个 那个树就应该被保留下来 但是他们就这样处理掉 那 那个环保局说 他可以 那个开发单位 可以依照他们开发目的来提出 不需要一定要整体或个案 那这样的一个情况 是不是所有的 所有的开发案都不需要 因为他可以说 我今天这个 甚至这是一起的 他也可以说 我这个是 这个单位 那个是那个单位 是明显的违法 我有很多东西我讲不完 可是不好意思 都可以提供出面资料 对 人们都知道了 要再来抗议 提供出面资料 可以吗 直接到 好不好 不是 因为我 那一点 谢谢 不是还有 我不是当 我一个人 我还有那个 环境资讯协会 那是一个公益团体 我代表他们发言 对 我想 这个就是 我们的发言都有这些规则 就是登记的行星 好不好 可以提供出面资料 给我们委员参考 好不好 没问题 谢谢 那我的出面资料 都交给他 请他们印出来 可以吗 好 可以 我们请他 这个单案资料 印给大家 好不好 可以请你印出来 给大家 可以 可以 我们请印出来给大家 好 谢谢 好 我们下面请 庇报第九号的博德 开发公司的代表是 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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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各位 大家好 不好意思 我是叶 叶 叶 律师 那我们今天是代表 这个博德公司 对于整个开发案的部分 我们提出一些法律上面的一个说明 那 事实上 刚刚其实我们可以看到 好 这个台北市政府 有提出一些资料 那针对人民成情 以及意见的表述的那一个部分 其实在第九点 博德争议的部分 其实是非常快速的一个跳过 那针对博德争议的部分 他其实在 刚刚的书面说明上面 只提到一点 就是有第一次的一个仲裁判断 所以土地的这样的一个归属部分 基本上已经交还给台北市政府 是没有任何土地争议的 可是我们在这边 必须要严正的说明 第一个 就之前的一个博德争议 那博德这一块 当时也就是现在的一个最新判决 在台北的高等行政法院 已经胜诉了 而这一块 并没有列入到 今日提出来的这个议程当中 去做一个说明 跟一个讨论 那这个部分 我们希望法治局未来 可以把这样子的一个部分 列在相关的书面文件里面 而不是用一个 直接这种暗度成仓的一个方式 说第一个 他的仲裁判断 他们已经胜诉了 所以在这种情况底下 契约的争议 是没有问题的 这个部分 其实我们是有相当大的 一个法律上面的增值点 再来有关第二个部分 事实上呢 就本次的修订都市计划的部分 是按照都市计划法 27条例项的一个第四款 那按照条文的一个规定 它必须要是一个重大的一个变更 才可以迅速的一个说明 才可以做一个迅速变更的这样子一个情况 但是事实上啊 我们从历次的一个修正报告看得出来 在不管是公营住宅 或是社会住宅的这一个部分 总计新的这样子的一个资料当中 只多了大约是1000户的这样子的一个公益住宅 社会住宅这样出来 所以其实基本上所有的条件都没有变动 大致上就是容积率调高 然后公益住宅就多出来1000户 那这个部分到底不符合都市计划法当中 27条第一项第四款的一个重大变更 这个程序上面啊 我们在法律上面 其实认为也是有真实的这样子的一个空间 那最重要的点啊 事实上活动公司目前已经提出了第二次的重裁 而这第二次的重裁的重点就在于 契约履约的部分 那台北市政府是不是必须要继续按照 我们当时签订的一个BO7契约的一个 第16条第5点的这样子的一个条款 来去做继续履约的这样子的一个动作 而事实上台北市政府对于这一块 到目前为止也没有给我们博的公司说明 所以以上三点是整个案件当中 最重要的一个三个法律争议 而这三个法律争议到目前为止 台北高的行政法院 最高的行政法院 还有仲裁庭都没有去做一个实质的认定 也没有下一个实质的一个判断的一个结果 所以本案当中如果今天在大会 通过这样子的一个决议的话 那事实上未来贾斯博的公司胜诉 那台北市政府是不是有可能必须要 对我们博的公司赴一个交还土地的 这样子的一个义务 未来恐怕整个诉讼上面的程序 会变得非常的繁杂 跟非常的一个反复 好 这个部分我们是提出说明 谢谢 好 谢谢 我们下面请中央编号17号的吴国荣 我们先 请 谢谢 谢谢